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乐判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走无南传伟 我就是江湖人称东斜西路南地北盖C位出道的周伯通老顽童 我黄老鞋正中七分鞋 鞋中带有三分正 不跟你玩了 再见 再见就再见 有请求千尺 公孙子 怎么你连老夫都不认得了 英雄大会怎么能少得了我 给我推哪儿去了你 我脸朝前面 英雄大会怎么能少得了我 球千尺啊 哎 导演 这是柯震恶吧 柯震恶是这样的 杨过 你的父亲杨康是个 我是球千尺 我看你是球千尺加上柯震恶 还有没招风仨人合体了 你再骂我小学我哥哥铁掌帮帮主球千人打你 当然我自己 走河滴 来 你配合一下 柯震恶配合一下眼睛翻一下 来 来 拿这个可以 我江南七怪之手柯震恶 黄药师在这儿是不是 柯震恶你这个柯瞎子 吃我一只 没打中 没打中 行了行了可以了 我今天主要还是 球千尺 太像了 有请神雕大侠 鹅雕 男人不是好东西 我乃杨过 我看你是假的 你叫杨康吧 怎么两个胳膊都在呢 我乃杨过 我自从断臂之后 老天对我不薄 让我结识到了雕兄这位 人才 我就是孤傲狂放 行侠仗义的神雕大侠杨过 我是神雕 我乃天生神力 我还是大型猛禽 今天 我才是 最强的武林霸竹 来 过来吃点东西 那个鸟 哎 哈哈 雕熊雕熊今天就一句词 来吧赔钱吧 这个雕你说这只雕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其实是我弄你 哈哈 有请小龙女 有请小龙女 姑姑 三下古墓派小龙女 一身只管过儿一人 别人只会三心二意 但我只会一心一意地对过儿 酷 这只雕竟敢谋创我侠侣的名号 不 我跟杨过才是神雕侠侣 什么东西 他要杀雕 我好无助 救救我 他要杀雕 哈哈哈哈 哎导演 小龙女跟黄耀师怎么论呢 他俩 我是他爷爷是吗 不太熟 不太熟 你跟小龙女没关系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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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有关系 我公孙子是不是跟你有一些 没没没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记得公孙子跟他有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事 你们俩干嘛呢 帮我运回原位 哈哈哈哈哈哈 有请李莫愁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教生死相许 我 就是 令江湖魂飞破散的 赤炼仙子李莫愁 想当年 我武艺高强 现如今 被坏男人伤害 如全废 我也是被坏男人伤害 人齐武林大会正式开始 且慢 他 都老奖 这个摊煎饼的 血泥 他 存在 就在这儿影视基地租了个地儿 搞武林大会 你看残的残 老的老 谁老 老弱并残 在这儿就推举武林盟主了 国庆 真要是想当武林盟主 就跟我蒙古第一护法 金轮瓦王 瓦王 我也不嫌脏 我给你塞回去 来 我给你塞嘴 来人 来人 跟我比试比试 敢不敢 不知道 知道我这是什么吗 什么玩意儿 金针呢 我是兵破银针 来吧 打没打一秒 打过了 第二针都打完了 有请郭大侠和黄帮主 有请郭大侠和黄帮主 诚二无妨 不能让蒙古国师看清了我们中原 敬哥哥 女儿 你把这傻郭镜给我弄回去 就这形象 当我女儿 这戏族 哪有见老丈人这样的 参见岳父大人 这郭大侠真好被操控呀 请起 谢谢 女儿 恭喜你 郭大侠 有人挑事 金针法王 来 起 请 敬哥哥 郭大侠 加油 来吧 蒙古第一护法 金蕾法王 襄阳勾计 接招吧 看招 看招 天呐 啥玩意 敬哥哥 你还算了没有啊 从眼 他前面刷刷的 打了那么一次 就把人家外衣打着带了 我这都过不去 我这汗都崩出来了 我刷刷就完了 这衣服就这么蹬出去了 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得重来一遍 来我拽吧 他们拽不好 我这干这有经验 蒙古国 第一护法 金蕾法王 襄阳勾计 给了法王 尝尝我的翔弓十八掌 看招 看招 拉呀 把 他们拽不好 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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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刚才那条 就用刚才那条 就这样吧 当然我没劲 我虚拖了我 这样的武林大会 不参加也罢 来我坐你车 我也走 上车 上车 装车 走 对不起 最后来一次 来 没完了 郭大侠 哎呀 我的天哪 最后一次了 蒙古国 第一护法 金蕾法王 襄阳国际 金蕾法 尝尝我的翔弓十八掌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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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哥哥 丁哥哥 荣儿 这本书 非常重要 一定要保管好 这里面有 有 有 靖哥哥你怎么了 靖哥哥 靖哥哥你说话 郭大侠就被你打死了 你也别想走 靖伦宝 靖伦宝 我要杀了你给靖哥哥报仇 娘 娘 女儿别冲动 娘且慢 我觉得爹的死肯定另有蹊跷 靖伦法王刚才都没有使用出权力 以我爹的内力 我觉得爹不可能这么快就去世 不错 我觉得除了靖伦法王有嫌疑 在座所有人都有嫌疑 别瞎说 我连针都没用 我一个贪人有能使用什么嫌疑 我要用的话是应该用真的 好 爹爹刚喝的茶里没有舌胆 舌胆是毒吗 对 然后我发现 这里其他杯子里也有舌胆 真的 在爹身边发现了枣钉 枣钉 枣钉 还有破碎的石头 黄耀师 天池 是不是你干的 我在旁边边看边吃早 怎么了 脖颈处 有一针道伤痕 什么伤 周围发黑 你的伤 冰破银针 手掌 有少许白色的粉末 白色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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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不通吗 我哪有白色粉末 锁骨下处 有一道掌印 掌印 掌印 这里谁擅长 你 黄耀师擅长 好像是 洛英神剑长 来人 把金哥哥移至屋内 好好安置 各位大侠 告辞了 请大家一定要帮忙 找出真凶 放心 黄女儿 女儿去吧 别人为你报仇 各位 因为家父突然暴毙 所以我们总结了一下 这几天发生的怪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正是昨天到一项毒物 是蒙古人送的 他们用这个偷偷袭击的爹爹 蒙古人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在那个油灯的附近 发现了这个 然后这里还有黄耀师 给我们的两分信 然后这个是黄耀师送的鹤里 是一副膏药 虽然没有拆开 但是我们用银针测了一下 是有剧毒的 黄耀师送剧毒的膏药 然后在我父亲休息的 房间的屋顶上 还发现了一个 带有爪子印的泥土的痕迹 爪子 这么只有他有爪子吗 对 只有我有爪子 刁在屋顶上偷窥 以及最后在跌在房间里面 发现了被揉在一起的纸团 然后我们还在柴房的附近 发现了一个包裹 里面有刁的几个毛 还有蛇胆 包裹下面就是 还有泥土的痕迹 朋友们 给大家念一个纸团子 这个是在郭大侠的房间里发现的 异者改变 容者容貌 所谓异容 换面如换骨 此树江湖罕见 仅在蒙古见到传人 向白小生打听后 得知此人名为霍都 现已混入中原 丐帮三代弟子献报 啥意思 蒙古有一个叫霍都的人 会易容术已经混进中原 也就意味着 我们这所有人里面 有一个人不是那个本人 他是霍都易容而来 有一个问题 霍都会易容成雕巴 我怎么知道 是霍都是吧 霍都也是你们那儿的人 我给大家说一下 那个拿齐那个人 就是霍都的打扮 影视剧里面霍都就长那样 在那 找到霍都了 在那呢 什么 你要既然这样说 他是什么用呢 我承认就该死了 我是霍都 我是霍都 这个有这个 有大雕的羽毛 我的羽毛 然后几粒蛇胆 然后这个包裹上有泥土 这个包裹上有泥土 郭大侠的屋顶上有带泥土的爪印 意味着这是同一个主要 就你了 你在干嘛 说一下 我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蛇胆 那个谁 霍都 霍都 霍都跑这霍霍来了 你以为你变成鸟了 我们就认不出来了 我不是霍都 我就是拿着我的包裹 在楼顶 听到郭顶跟 郭靖 郭顶是谁 郭顶是个歌手 对不起 听到郭靖跟那个 杨过在吵架 然后我就在那偷听 然后我就没在意 吵架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 然后我的包就不见了 我不知道是 我丢了或者是被人偷了 我不知道 你是蛇胆给自己吃的吗 对 但是你的蛇胆包裹丢了 对 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茶杯里面 都有蛇胆 所以有可能是有人 有人顺走了你的包裹 对有可能 你先说说看你那段时间干嘛了 杨过 我跟郭靖单独在房间内 我询问我自己父亲的死亡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就一直不提 我就很急 然后我就跟他发生了一些争执 就跟他吵了起来 但是他到最后 都没有告诉我 我父亲死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对 然后我就奋斗离去 我这上面是 听荣二说有蒙古军偷袭 便送了些南海侵传的膏药给你 你们身有重伤 我当日会赶来看你们 狗药 你送膏药怎么还有毒呢 那我对我的女婿是不满的 我嫌她傻 我不赞成女儿嫁给她 虽然我对武林盟主不是特别感兴趣 但我还是来了 如果我的女儿碰到什么困难的话 我会帮助她的 就这些 但是我送这些膏药 我完全不知道 你路上发生什么事被调包了吗 还是说你想把你女婿给毒死 我那么好的女儿嫁给她 我是想杀了她 这里又有一条 黄药师的给郭婧写的 他说我不关心你们的事 要办便办 叫我作甚 这就是我的态度 刚才我说完了 黄药师对郭婧一直都不满 他对郭婧已经起了杀心 然后呢 这两封信奇怪的点在于 一会儿黄药师特关心他们 听说有蒙古军偷袭 我送了膏药给你怎么怎么地 一会儿又说你们的事 要办就办 叫我作甚 态度急转下降 所以有两个 另一个就是那个霍都 黄药师你是黄药师吗 跟我起鸡皮疙瘩 还是我要用蒙古语跟你对话 蒙古诺 来 法王 你老乡 霍都跟那个金伦法王什么关系 他在弟子好像是 徒弟 徒弟是吧 你试着用蒙古话对对话 问他 蒙古诺 蒙古诺 现在黄药师有点嫌疑 周伯通 你可以说说你怎么来这儿的 我就玩来了 昨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昨天什么也没发生 不可能 周伯通 他发生什么了 没给你看前情提要吗 周伯通 周伯通前情提要都不知道吧 昨天我听说要开武林大会 我才来的吗 对啊 对啊 你没送点啥带点啥 就是 我啥也没带 昨天来武林 听说来武林大会 明天回去 今天到这儿明天回去 对 我呢是江湖上武艺非常高强的 但是因为我无数次的被男人伤害之后呢 我就恨上男人了 所以呢 我见着坏男人的时候 我都会动用武力 结果就被黄药师看见了 黄药师特别不喜欢我经常动用武力去伤害别人 然后他看不下去了 他吹了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是 碧海潮生曲 对 碧海潮生曲 吹完之后 我竟然重度受伤 武功全废 结果我就被这个谁 孙公子 公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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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公孙子 公孙子 不是公孙子 虽然他是我的前任 你也尊重点 不是叫公孙子 我被公孙子给救了 我就到了绝情谷 我老公救的你 我被推下鳄鱼潭 就是因为你这个女人 我也是被害人 那孙子公孙子特别坏 当时跟那个婢女柔二 要在一起把我推下了鳄鱼潭 结果我呢 就到了绝情谷 公孙子每天给我服药 在我半梦半醒的时候 快好的时候 我真的是听到了杨过 在跟公孙子说话 他们俩的对话当中 反正我隐隐约约 只听到了郭靖俩字 还有绝情丹 还有 还有杀死 就这么几个字 真能编 李莫愁的线索跟我对上了 因为我也是从绝情谷 来参加这个武林大会的 昨日我在绝情谷 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 在我们谷里发现了一个 昏迷的女子 陌生女子 我当时不知道是谁 现在对上了是李莫愁 是我相公又把你给救了 那你昨天在绝情谷干嘛了 我就去绝情谷练 因为我赢了这场比赛 因为公孙子她对我 杨过你听听你女朋友要说话了 公孙子 她对我有那个 童谷不轨的 你看 公孙子对你 她想占我便宜 之前还做过卑鄙之举 听见了吗 所以我去干她了 对 对 你去报仇去了是吗 我弄上去了 妈弄我老婆不干她 这个是顺势说的 刚刚没有这个话 云儿你怎么说那么晚 你这样 你如果没有嫌疑 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你前队下调起她 我看见我弄上去了 这个事我知道 你这顺势编的 目前为止 非常有证据去过郭大侠房间的 确实是杨过 杨过又跟郭靖说话 又跟公孙子说话 好大的一场阴谋 我是在跟 我说的很清楚 我是因为我要去问我父亲死亡原因 他一直不说 就是这么简单 那个法王你说说 我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我是今天刚刚到中原 左儿一直在赶路 从蒙古吗 今儿中午我刚刚下马 吃了碗烩面就过了 不到中原 好吃吧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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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王的那个什么 他的绝招是什么 我的绝招是龙象班若掌 我来其实确实目的很明确 因为想就是在中原这儿 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控制的势力范围 知道你想入侵中原 对入侵中原 所以我就想得到这个武林盟主 武林盟主现在郭靖郭大侠 干掉他 对 确实今天我就是想把他干掉 我为什么带了两个 也是我们蒙古的高手 就是打的过程当中 稍微我们做点小伎俩 做了什么 石灰粉 没有 我们就顶多说是这边出点声 或者是什么 当他一偏差的时候 深冬其吸一下 对 我就来一个我的龙象班若掌 好 我跟你们说 现在有几件事情 还有几个有嫌疑的人 首先黄药师前后言行不移 两封信件很有可能有人伪造了他 然后高药还带毒了 所以你是谁 你就信货吧 好的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 肯定有人冒充我干这事了 那你不是吗 不是黄药师 不 我是觉得 我怎么会不是黄药师呢 我太明显了 不能这么早就踩 对 那个黄药师 这也太明显了 因为这个所有的证据 有可能都是霍都假造的 他的第二封信和毒高药 有可能都是霍都假伪造的 霍都摆明就想利用这个 黄药师的身份来杀郭庆啊 不 他不一定用他的真实身份 还有可能用前纸的身份 记得是黄药师的高药呢 那个把法王的麦关一下 真正的霍都一定不是说 对那个什么什么默不关心的人 因为他要让那个高药让郭靖用 所以他一定是写关心的那个人 才是真正杀他的那个人 因为黄药师其实是一个 非常冷漠的人 你们知道吗 黄药师不喜欢郭靖 特别不喜欢郭靖 他为了什么 把所有的徒弟能宁愿废武功 赶出岛里他都在所不惜 黄药师其实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 突然对郭靖那么关心 反而有问题 你还说对了 你还真说对了 由于霍都可能不了解他们的关系 反而以为是岳父就会很关心人 没想黄药师是一个冷血的人 然后这个杨过呢 他明明去了绝千谷 他说不清楚什么情况 突然顺势说他去找公孙子报仇 反正这个杨过也有问题 我想知道刁为什么带着包裹来 你为什么要带舌胆来 你能免然吃吗 我是随身带着的 所以我跟你说 下舌胆的人一定是对这个舌胆很了解 他明明他知道这个舌胆肯定有剧毒 他才会放到我们美人的玩意 有可能也是霍都搞的鬼 对 因为他的包裹是被偷走了 周伯通什么都没说 对 我说了我都说了 说啥了 我来参加武林大会来玩的了 纯玩 纯玩 这么边缘的一个角色 对 有些时候剧本上确实有边缘人 给人编到正地步 连前情都不给一张吗 对 给我了 一行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玩 对 就是来玩的 你的前段就是这么回事 对 完全空的一个人 各位大侠 我的师叔天竹大叔 医术高超 擅长制毒 他此刻正不在绝心谷中 诸位可以去那里寻他 好 我这才刚从绝心谷来 又得回去 好 我们要去绝心谷 绝心谷旅行团跟我来 欢迎红雷哥 因为他一点多 我觉得黄耀石的嫌疑性很大 首先两封信针对的全是黄耀石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造的一个假 而且打伤难营姐的也是黄耀石 沈阳今天太可疑了 怎么可能呢 没有前史是不可能的 他觉得自己这样杀也不说 就可能就能蒙混过关 我觉得这个杀手十有八九 跟他是有关系的 今天这个杨过有点非常可疑 显得过于正经 凶手我锁定的这两个人之间 也有可能是团伙作案 好 今天要认真了 你在看什么呢 哎呀 哥哥你知道吗 咱们门探的案件 真的是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我不进步的话真的是不行 所以我必须要苦心钻研 小红搜上剧本沙 大神写的剧本三十六季 我正在看呢 三十六季都有哪些季啊 你看这一季瞒天过海 凶手直接编造故事 隐藏真正事实 这不是红雷哥的玩法吗 哎 你看看 还有这一季 凶手顺手牵羊 一心把核心证据藏在自己手里 然后刺激行动 我看这是杀一哥的玩法 嗯 他们都用上剧本沙高手技巧了 咱们还什么都不会呢 嗯 不行 我也得去小红树上面 跟这些大神学一下 不然的话都跟不上大家思路了 嗯 那我们再继续研究一下吧 嗯 欢迎来到我家绝情谷 我太高养着了我 欢迎大家来到绝情谷 公孙芷 吐词不清绝情谷 我是谷主公孙芷 老光 老科 柳妹 你看谁呢 现在应该喊小龙女 这个渣男 渣男 你知道我最近在练什么绝生武功吗 我想当你老公 渣男 渣男 你再这样信不信我让你断子绝孙 我替你 弄 飞 我直接飞你 打不上去 太高了下来 走 怎么就上回去 独副 独副 我双腿双脚 你给我陪腿 你们是来找天竹大师的吧 没错 没错 对 先弄死你我再找 天竹大师就在谷中 但想见他 没这么容易 你还来劲了 你还来劲 我觉醒谷自来 看尽天下无情事 诸位 你们要能坚守这份情谊 愿为彼此牺牲 那么天竹大师 借你们运用也无妨 说吧 怎么比拼 义气游戏 只有一轮 十五碗火鸡面 非常的辣 十五碗 给你们八个人吃 你们可以选择吃 也可以选择不吃 十分钟要 所有人都吃完 到第八个人 要把剩下所有的都吃掉 你们游戏结束 给你们时间考虑一下 怎么做位置 我第一个 我全吃了 吃了 真假的 这样 不坚持这种不吃了 紫涛 你就坐那个位置去 最后收尾 不管前面吃成啥样 你收尾就行了 行不 我不 我要第一个 我们能吃辣的举手 紫涵可以 来吧 四川人 我觉得四川人最厉害的 一个人就全吃了 我建议杨迪收尾 杨迪收尾 都吃不了的 四川人都喜欢吃辣 我是一个不爱吃辣的四川人 过来 过来 最后一个 杨迪 我说心里话 我有一种感觉 到你那儿赢了 还得十二吧 四川人 你先做个榜样 从我这儿开始是吗 从我这儿吧 十多娘父吗 你们俩 杨迪 我觉得你太不居气了 你一个四川人 你那么爱吃辣 我总是四川人 听不懂什么 这叫居气 五局三胜 还是一局定胜负 来 我说开始 三局两胜 来 来 石头 剪刀 不 哇 输了 杨迪输了 杨迪输了 1比0 一点不局气 石头 剪刀 不 不 平 平了 最后一局 来 再来 来 石头 剪刀 不 行了 我赢了 再来一次 石头 剪刀 不 不 赢了 我们赢了 谁赢了 你输了 第一个从谁开始 肯定我先吃 你跪着过去 你没有腿 我没腿 准备 准备 开始 我跟你讲 待会你就知道辣了 我跟你说 当时不仅嘴辣 快点 耍酷 你还摔上盘子了 石头 我觉得你是个爷们 这不行啊 刘汉了 五分也要没问题 怎么可能 紫涛只吃五分 我都能干十碗 没这机会啊 哎 大家听好了啊 好吃 你给杨迪一个机会行吗 十碗 什么 啊 啥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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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怎么还没手 你怎么还有个刀呢 不是 我就 暴露了 你给他留十碗 快点 我告诉你 我已经太久没吃这个东西了 没感觉就 没感觉就 留一头汗 哎 真出汗了 哎 你差不多了 别吃太多了 真的 我吃一碗啊 走吧 王老师 导演 我天生 我这皮肤这么好 我没法吃 真骨术包了怎么弄啊 导演怎么到他这 你就让他过了呢 我可以选择吃 或者不吃 你真不讲义气 我还挺饿的 挺辣的 我不吃了 我不行 你汗都冒出来了 肯定特别辣 真的真的太辣了 给 我肯定吃不了了 我也放心 弟兄 我磕着饿也要玩这个吗 这个什么 干净的 这是什么磕着饿也要玩 还有半分钟啊 什么 那我有必要玩吗 哈哈哈哈 杨迪加油 你行不行 真的很辣 你怎么干下去 倒计十啊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加油杨迪 五 四 三 二 一 恭喜大家 过关了 看 你看 来 女汉子 看 女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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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提我真棒是女的 什么感觉 看你们表现很不错 我们将给大家发 零遮堂低脂肪 好喝不腻的 依然奶茶 给你们尝尝解解辣吧 这个太辣了 恭喜大家过关了 恭喜大家过关了 我公孙子说话算数 现在我就将天竹大师教育你们 在天竹大师 天竹大师 老纳 虽身在鼓中 全夜 庭温残暗 郭大侠的遗体何在 开遗体 穿什么 开遗体 开遗体 郭大侠的遗体 你送到 这是新补头吗 武林外转的衣服 这是兵破银针 乃古墓派绝血 此度八道 却也并非不可地狱 内功强劲者 可以直接 云攻敌度 天竹大师 你能不能让天竹大师说普通话 真的 对 用普通话行不 关键信息 你这 我这 这个章法 是龙香班落掌 班落掌 他 我打的 但观 郭大侠的内力雄狐 除非 强于他 否则无法用掌肋 杀了郭大侠 这是一种迷药 能使人昏迷意识不清 确实喝过舌胆茶 但舌胆可直接洗炼精髓 令人痛不欲生后疏通精血 但也要注意 但也要注意 要是配上毒物 例如断肠草 就会立刻毙灭 要碰上断肠草是吗 断肠草必须在绝亲谷才能采到 那你下呢 不是 来过我们绝亲谷的人有问题 谁啊 小龙女来过 李莫愁来过 杨过来过 但这种东西我们怎么知道 只有药师才都懂得 怎么去弄这个东西 如果想要毒害谁 一定会提前了解 观察郭大侠的面容 在他的鼻腔内 发现了变色毒痕 这种毒叫雪上一支酷 中毒者经脉毒塞 无法运控 各位 这是验尸报告 请大家过目 迷药是谁的 不知道迷药是谁的 现在就是舌胆茶配断肠草 就会死得特别厉害 他没有那个种舌胆的症状 一定是有断肠草搭配其中 他马上就毙命了 舌胆茶是谁的 是雕 雕带来的 但是谁偷了不知道 法王绝对没钱 你没来过绝亲谷 没来过 你来过绝亲谷没 我来过 我来玩来了 你来这玩过 对 真的 那我觉得要能把这两种药弄一块的话 飞起来是比较不错的 你想想如果是雕飞起来 过去采个草 然后过来一掺和最简单的了 我也觉得有道理 对要空中投送他 瞎分析 怎么 这怎么一说到你就瞎分析了呢 我们绝亲谷天势险恶只能步行前往 刁的话他得从骨口 就是因为险恶他才刁两个羽毛 好吧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女孩 我教你啊 观察细节 层层揭开味蕾的秘密 大胆行动 真相比你想的更有料 最后像我一样 把颜值拉满 乔勒兹解锁门探技能 让喜欢更放肆 喜欢你没道理 乔勒兹 我们从该帮那里 获得一些证误和证词 在绝情谷的水仙山庄内 找到了几根冰破银针 舍理摸仇的儒门暗器 是的 因为我在这治伤了 疗伤了 所以你那是属针灸是吗 对 反正我也是 那个化疗各种疗都有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在你这儿 发现的不可能 除非是公孙子 把我的银针偷走了 因为我一直在昏迷 还有什么 还有白小春的信件 住一半 英雄大会 英雄大会 将于三月后召开 我拉了一个江湖内 力牌 你认字吗 要不要不要 我来读吧 要不要我先教你别人读 我能行 一个江湖内 力牌行榜 内力牌好吗 第一名 龙傲天 又破惊天拳 识破惊天拳 别读了 别读了 为什么他要超出去 第二名 周伯通 祖佑和胡伯 周伯通内力第二 厉害 当然了 第三名 郭靖小龙十八掌 第四名 金轮法王龙象波罗掌 后面一半没了 也就意味着死者郭靖 内力高的在场的 只有周伯通 对 就是我这一掌不抢他 所以不是知名商 不是知名商 并且我们通过 盖宝得知 有蒙古人潜入了 《觉醒山庄》 偷走了独物大权 并声称要把这本独物大权 献给蒙古国三王子霍都 你们想要查明真相的话 恐怕必须得知道 谁是霍都 谁要 好 这里还有一些 是你们每个人都有的秘密 而且这些秘密 都与爹爹死细细相关 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 也可以选择他们的 可以选择分享 也可以选择不分享 神雕的相关线索 由小红书提供 请大家查看 我查的黄药师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另外 神雕 因为你在小红书门探福利社 获得了最多观众的认可 所以现在小红书为你提供了一个特别的线索 这个线索可能是你破案的一个关键 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地解读哦 你念吧 你念吧 公孙芷拷问了他的小弟 得知他为了能夺得武林盟主 特意让人提前一天去偷袭了郭靖 说起来霍独是金伦大法王的徒弟吧 偷袭了郭靖啊 是吧 靖哥哥 卓越你和蒙古兵相上已经受了重伤 米药吗用的是 应该没偷袭成 那不是刚才还跟我俩误诈诈的吗 什么误诈诈 那会儿已经有点不得劲 不得劲 不得劲 不得劲啊 刘坚持大家听听啊 他拿走了山谷里的情花和断肠草 要去英雄大会 应该是为了给他被郭皇二人杀害的哥哥报仇 断肠草是你拿走的 想起来了就是我拿的 他就不说 我当时确实也是想来杀郭靖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因为我没有办法进他的山 查来查去也没有服用断肠草的痕迹啊 我真的没用 这是周伯通的 周伯通到处捣乱 山庄的兵器和书房道的乱七八糟 公孙芝检查之后发现少了两本掌法 一本为隔山打牛 另一本为凌空掌法 而且你都不用挨着人就能打 其次你的内力在郭大侠之上 而且今天周伯通没有任何自己的信息 怎么可能呢 前史没有啊 你从哪来的 从天上飞来的吗 悟空变出来的吗 就是玩 你是不是杀郭大侠了 我告诉你们吧 说吧 说吧 我跟郭靖我们俩是结义兄弟 不要忘了啊 但是他没惹到你吗 没有惹到我 舍胆是我偷的 我为了好玩我偷了 也是我下的毒给你们 我们怎么没有中毒的迹象呢 那你没喝啊 我本来还真想喝的 我的是杨过的 他中了情花毒 公孙芝让他去杀了郭靖 如果成功 他就会将解药绝情丹交给他 同时公孙芝送了他一种特殊的迷药 手上那个白色粉末就是杨过从公孙芝那拿的 这个杨过也隐瞒了一些 隐瞒了 公孙芝呢 他要我把郭靖给杀了 他才能给我解药 透露过我的父亲的死亡 跟郭靖脱不了干系 去杀了啊 所以你杀的 只是一个迷药而已 我拿的是小龙女的 听闻霍都今天才赶到中原 就算要移荣也怕做不到 太大的功力 而霍都身长大约五尺七寸 一米八 霍 我刚刚念霍尊 霍尊 卷珠连 卷珠连 霍都是今天才赶到中原的 身高没办法大的改动 我不是霍都 你怎么可能是霍都 我一米六九 你多少 我不到一米八 周波通呢 一米七八 这里一米八是谁 杨过和黄耀师 雕也是 我是一米七八二点五 多少 七八五 松雷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一米八几 怎么今天往矮了说呢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可能是一米八 净了 该你了 你说谁的信息 是雕的 我在小红书中得知 在雪山之巅 有人曾见过此大雕 雪山之巅见过此雕 雪上一只蒙 雪上一只蒙确实是我的 你看 是你的 对 你看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如果我说了 那嫌疑是不是全装我身上了 现在嫌疑不更重了吗 嫌疑太大了 因为我的雪上一只蒙 它有两种功效 它既是良药也是毒药 涂在身上可以治伤 如果用不好 那就是毒药 你来是不是想杀郭靖的 我不是 那天我飞进屋顶 我就在那偷听 偷听什么事 偷听他们吵架 然后 八卦的雕 谁跟谁吵架 杨过跟郭靖吵架 然后 我看郭靖回屋子了 然后我就飞走了 结果我包不见了 周博通拿的 所以雪上一只蒙也在包里 蛇胆也在包里 对 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 现在我们确不确定 这个郭靖 郭大甲的死法 或者死于什么毒药呢 我觉得要么就是雪上一只蒙 要么就是断肠草家 那个蛇胆 我们现在先要找霍都 是不是 对 霍都应该就是那凶手 对 那我跟你讲 我不能再耽误大家时间 我觉得时间非常紧迫 而且本 本都 你就是霍都是吗 你说了 你是怡戎了是吗 我不能背锅 你现在踩本都 你都藏鞋里面 你挺多刀 霍都 你是磨刀的吗 你拿多少刀 你咋那么多刀呢 霍刀 霍刀 其实它只是个卖刀的 我自爆一下 我就是我师父 金论法王的三弟子 我叫霍都 寄给郭靖一个毒膏药 但那个不是他致死的原因 现在我听明白了 所以我不想背这个锅了 我现在想找出这个真凶 我现在自爆 我现在深度怀疑这个刀 我们这么想一想 有谁最想杀郭靖 谁跟郭靖仇最大 都跟他有仇 小莱这套球简直 你别搅和 你今天搅和的没有道理 射雕英雄 郭靖就是射他的 你 我偷了一本书 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吧 好吧 断肠草食入后 铁颗间出现 心脏跳动加快 毒完全入体后 必死无疑 所以它不需要配什么 都能死 对 血上一只蒲 堵塞经脉 一旦运用内力 就会暴体身亡 冰破银针 对功力极为深厚者 不起效果 蛇尾毒 以蛇胆与断肠草所练合两个 你看两个出现了啊 口服下后 能够使中毒者 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清华族一旦想念心爱之人 就会毒发 痛苦不已 没说死的事没了 他是被那个 雪上一只蒲杀的 因为雪上一只蒲 一吹动内力全身暴毙 瞬间死亡 没有没有没有 不止蛇尾毒是两个毒 断肠锁和这个蛇胆 是 蛇尾毒也会让人痛苦不已 但是郭大侠 他没有 我的妈 那因为可能他跟我来三条以后 玩得实在不想太压了 就是因为跟你队打的时候 他催动内力了 马上就暴毙了 靳哥哥 就是那个雪上一只蒲 如果真的是一只蒲杀的话 除了周波通跟他们俩没别人 现在就推到现在为止 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拿了这个东西 你确定你不是下毒的人你丢了吗 对我真的是丢了 你什么证据证明 你偷包裹的时候看到里面有雪上一只蒲吗 我就看到蛇蛋 蒲呢别的没看到 我们要进行验证了 大家要推出你们认为杀了郭靖的人 如果你们推成功了呢 游戏就结束了 今天就完事了 真的吗 没有那么简单吧 你想啥呢不可能 谁别想离开我这绝情谷 来我们上一下验证道具 一会我们验证的时候就是把手伸进去那个人 如果那个人是凶手的话 水就会变色 因为他手上有毒 这个东西就可以验出他的毒 大家分别说一下 杀手有可能是谁 为什么 目前为止 不清不楚的反而是雕 一个雕 他从头到尾指说 他去偷听郭靖说话 我爱八卦什么的 这个动机让人有点可疑 然后他可以宣称他的包裹被偷了 蛇胆被偷很正常 不一定他那个雪上一只号也在那个包裹之中 因为老顽童他从头到尾好像并没有看到过雪上一只号在包裹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这轮可能 对雕的那个怀疑心会比较多一点 我也是跟杨迪一样 我也对雕 产生怀疑 因为我在你在偷听那个时候 我看你鬼鬼祟祟的 你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你这个说得很不清楚 所以我也怀疑他 首先我非常赞同咱们现在的分析这个思路 就是郭靖的死 绝对是因为他发弓使用了内力之后 毒性发作导致 对 暴毙而亡 暴毙而亡 所以说现在就是致死 就是这个雪上一只号 雪上一只号 首先来源于就是跟雕有关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指向性和漏洞指向了他 但是我目前我分析不出 这个雕是一个人作案 还是说也有协同人员 总觉得他跟杨过点 对 我总觉得好像不是一个人干的事 这个 我跟杨过行家仗义 我这 你行家仗义你带我干什么 我跟你行家仗义 我们是神雕侠侣吗 我自从断臂之后 老天对我不博 让我结识到了雕兄这位人才 我跟杨过才是神雕侠侣 谁跟你说神雕侠侣 现在很可疑 我可疑啥 我对雕产生第一怀疑 不是 大家讨论过就雕他掉的东西 然后被周伯通给捡到了 但是他只瞎抓了一把就走了 他说他就是玩 我不太懂 那为什么是玩呢 那为什么是玩呢 老顽童 老顽童 他老了没事干 他就到处惹事 我不知道 好难 刚刚小龙女还踩了一下老顽童 对 只要雕还跟着踩 你们听到没 你俩 我是嫌疑 怀疑周伯通 首先呢 郭靖是 他是靠射雕成名的 一战成名 真是世仇啊 那他是最恨 最恨郭靖的是谁啊 你看这里头 跟郭靖仇身四海的也就是雕 再一个 这个雪山一只蒿 是无人能挤 只有雕能挤 只有雕能飞上去 踩到这个东西 但是我并没有用它 所以这个东西别人是不会有的 不像绝情谷 还有人能进去 你也能跳着跳着进去 总之 你要是配这个药 或者单独使用雪山一只蒿 想杀郭靖这个射雕英雄的话 是很容易的 是最容易的 而且动机也是最强烈的 首先我的线索里 没有一个线索指向我的杀人动机 其次就是 为什么周伯通他说 他只是为了玩 而且他的简历也没什么 模糊不清 你也说不清楚 我说得清楚 说呀 说什么 说 我觉得是 他偷了我的包 然后放在柴房 去过柴房的人都有可能 都有嫌疑 老丸童去过 肯定有人隐藏了线索 我是从房子里 把包拿还得偷完东西 我顺手一扔 一扔到那块 那你 我更没去过啥柴房 我去那干嘛 我得有人推 这才能去 我去得一次去杀人推我 真不许我了 这个雪山一只蒿 是从哪进去的 鼻孔 放在鼻孔 它怎么会吸进去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 你是在晚上看到了 还是白天看到了 我不知道 有一个灯油 有烧的那个迹象 那是兄妹说了上一趴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在那个油灯的附近 发现了这个 它还有一个黑线 就是灯油烧下来 掉的东西 那渣子 就是那个灯油 对啊 就是灯油 只有在晚上烧的时候 它的香味才会出来 谁大白天去点灯油 灯油只有晚上会点 而且一个人 谁晚上练内功 晚上没人会练内功 所以那东西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一直吸 完了第二天比赛 突然用运功 八成八成暴毙了 这个是作案手法 所以就跟一只好有关系 拿到 看到一只好的人 只有雕跟周波同 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 其中一个没别的了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那个花 那你没看到就是雕 那你的故事就全是编的 绝对不是 不信 来 我们投票 如果你们投中了人的话 那节目就杀青了 节目杀青 投老顽童 请举手 老顽童两票 投小雕举手 举手 举手 请你验证啊 如果小雕是杀人凶手 你的手上有毒的话 水就会变颜色 游戏结束 三 二 一 有了 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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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才告诉我推的对不对 是 只有晚上的人才会用那玩意儿啊 厉害 我杀他的手法是浅进他的房间 然后去用那个雪上一只薅跟灯油结合 然后烧 然后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洗 洗了一晚上 对 好聪明啊你那个小雕雕 厉害 为什么要杀他呀 是不是因为他射过你 射雕就这样吗 没错 就是射雕 那恭喜大家第一轮就验证出人了啊 给大家鼓掌 哇 杀青狼 杀青狼 结束了吧导演 哎 结束了 导演 哎 哎 哎 你干啥呀 一个个子 戏这么多我演啥 你是 导演 那我走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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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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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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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趁不抖 郭文贤啊啊 啊 戏中戏了 哎呀 留留亮老师 演得好 演得好 你要不然先休息一会儿 好不好 我们这儿这后续 我来处理 行不行 要不是咱们上部合作了 我在射雕当舞座 这一部我在神雕当 捕快我是真的不想赢了 你看这一个个戏多的 我怎么演 叫编剧过来 把他们的戏全部删掉 删 以禀神 好不好 你先回去休息 行 那我回房间休息了啊 导演 好好好 安嘞 你们愣着干什么 快点快点 干活 干活 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们这个戏 是S加的超级大IP 我在神雕当舞会 啊 我们是这个剧组的 你说你给我找的 都是什么人啊 啊 是 你瞧这个 你 叫什么 孙玉兰 孙玉兰 东斜西图南地北盖 终神通 黄药师呢 首当其冲 那什么样子 啊 玉树临峰 啊 瞧你 小眼八叉 你贼眉鼠眼呢 你看一下 黄药师呢 你 欧阳峰你都不行 你两个药铺的 黄掌柜差不多 行 黄掌柜 我看你真是 哎呀 你叫什么 我演小龙女 对 你叫什么 林沸霞是吧 啊 啊 林沸霞 小龙女是什么人啊 那是不食人间烟火 你好好看看那个 跟你差一个字 那林青霞 你看看他怎么演那个青春 啊 不是演小丑女 是演小龙女 啊 好好学一学习 啊 好的 你你你演什么呢你 我杨过 杨过 我看你甭过了 你杨过 那是正义凛然 你瞧你 吊啰当当的样 我吊啰当当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那样红啊 你这老艺术家是吧 你才老艺术家呢 二三十年前你还老艺术家 你你现在哪样红啊 你给我说是 啊 样样红啊 就老早就好像来找你演你 你都丧失很多次机会 这次你要珍惜机会 好啊 那样红 你给我再红一回 我瞧瞧啊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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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坚持啊 这个画场造型给他搞一搞 让他再女性化一点 是吧 现在我觉得不够女性化 我是刚捞起来 不行 女性化一点 宋小宝 你演谁啊 我演神雕 好 叫我 你演神雕 我叫你学生雕你的误会 叫跟黄巧似的 你说你 啊 哈哈哈 导演好 哦 哎呦 你这回你来了 你演什么 我演那个 老顽囤 老顽囤都跑东北去了 对 东北老顽囤 你这好弄的 我们这神雕还得牵户口 牵到东北去了 好好改改吧你 我看你们这些人 张大还有一个呢 这儿呢 啊 体验呢 体验角色呢 导演 我我在这儿感受一下 你们俩 负责演员呢 是不是 嗯 哪儿找这么一帮歪瓜 列走的 啊 这些都是老尹找的 老尹 嗯 老尹呢 老尹 老 还睡呢 啊 喂 别睡了 嘿嘿嘿 老尹 嘿嘿嘿 老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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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老尹 你醒醒 醒醒 不好了 出事了 背后有伤口 一直在流血 他 他已经没气了 完了 真的死人了 真的死人了 怎么又死一个 天哪 暗中暗